如果你还看不懂这一句话 那就相当于白看了新爷的九品芝麻官 新爷饰演的包龙星原本就是个贪官 贪到什么程度吗 为了一两银子就可以背着良心帮坏人改判官司 而周遭的百姓更是对他怨声载道骂声不绝 包大人出来了 有事还怕人 可即便如此他的乌纱帽却依旧戴的是稳稳当当 更是有人为了贿赂他不惜送来万两百亿 可当他听闻七家灭门惨案 看到七情是绝望的眼神后 良心发现了他终于决定做一次好人 我可是个好官啊 混账 天字犯法与证明同罪 树民 懂一样啊 但彼时的他却根本不了解做一个好人需要付出的代价 于是他被同僚陷害下了大远 被父亲的生死之交出卖受尽屈辱 最后更是落得流落街头沿街乞讨 为了活下去只能去青楼做了一个归功 这一切背后的原因都是因为他爹说的那句话 当坏人要奸 当好人更要奸 在当时那个腐朽的俗世红流中 能不随波逐流已经是千难万难 更何况是要做一个有正义感的好人 只凭借一腔孤勇没有手段 那下场是可想而知 之前暴龙心不懂 所以他尝尽了生活的苦头 于是当他醒悟过来后 他便不再拘泥于环境的限制 在杂技班就跟着别人苦练杂技 在青楼就偷学三姑的骂人技巧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因为这些生活的技巧 世锦的智慧也是所谓的剑 接下来便是折服等待机会 包龙心的运气很好 他等来了可以帮他逆转乾坤的贵人同治皇帝 于是他凭借着在世锦中锻炼出来的眼力 很快识破并巴结上了这位微服私访的天子 这才有了他瞬间化身八部寻抚 利斗水师提督利部尚书等一众高官 最后终于将常威拦腰斩断 用他的鲜血还了正义一个公道 可故事的最后大获全胜的包龙心 却选择器官从商去做了一个富贵散人 这背后又究竟隐含了怎样的原因 三十年前因为无厘头的风格 导致这部电影6070后的人不爱看 而当时的8090后还都只能笑着看 可如今在遭受完社会的毒打后 在重温一遍当初这部酒品芝麻官 或许你才会发现原来喜剧的内核真的都是悲剧 强烈推荐各位再去重温一遍原品 相信你一定会有新的感受和收获 小时候许过愿望 想做一个好官 长大才知道好官没那么容易做 最大的就是连贪官的作物者 夹在中间一事五